对 就是这样 想象自己踩到了奶奶的鸡 可知信 奶奶开骂 退后几步 委屈得摇头 这时候 拓沫星子见到了你眼睛脸 你揉了又揉 不知道 揉出的是口水 对 还是伤心欲绝的泪水 解释 慌慌地解释 嘴唇颤抖 太瘦 太瘦 你这个死丫头 你吓我谁呢 奶奶 小姑后面有一个小姑 在敲她腿 你 你不要胡说 小姑 你 你腿肚子不疼吗 她拿着狼牙棒 在敲小姑的后腿 你看 我的妞 你别吓唬自己啊 就算真有鬼魂 也不见得是小疤 小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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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方才还在这儿了 小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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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妞 真的是小疤 我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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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我没事 没事 我去 还有 我别吓唬 这看样子 应该见笑了 别人说的话 奶奶可能不会信 但依二姐是老实人 她的话 咱俩可不一般 我教了一二姐一晚上 擦着眼睛 谁看了不说声好 况且 我给小姑脸上沾的 可是凤鲜花纸 没有两日是消不下去的 她们定然会放在心上 在你们廉价 什么证据都是容然 是非取之权拼一张嘴 只有莲秀儿肯开口 你们廉价人才会相信 姨母的意外 是她和莲花儿干的 接下来的事情安排好 放心 没有我办不妥的事 只要可花钱 天门盾 地门开 善才童子请神来 妖魔鬼怪 都走开 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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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在缠身 并非你闺女一人 还有一位姑娘 对对对 大仙您算得真准 小孩子想不懂事 大仙想办办换钱 待老夫仔细端详 我儿童有何不妥呢 可惜呀可惜 可惜 真是可惜了啊 您这孩子如今是黑气绕身 眼光虚浮目光不定 命 命格已经被厄运重改 顶多是个小妾之命 那先前的命呢 先前那是天庭饱满 地阁方圆乃大福大跪 是个宫中的娘娘 娘 娘娘 哪儿找人啊 哪儿找人啊 吹得这么离谱 不能洗才怪 娘娘 我想当娘娘 我不想当娘娘 她是帮忙帮忙 我要做娘娘 我不要做小姐娘 她想想办 她是帮忙 她是帮忙 帮帮我儿 好好进了宫 当了娘娘 毕风 你是过失 大师想想办法 大师 还没问你呢 你是如何从神上的血迹 就能判断出 是谁搞的鬼 还能推测出 是连花使祭 栽葬的叶尔姬 所以它让叶尔姬 不敢开口 这和不同啊 没什么不同啊 只是 你一个沈家村来的农人 竟有本事 两三下便摸呛全不好 还能让叶尔姐不得不开口 你这个关键人物 到底从哪儿冒出来的 这林秀儿这么想进宫 你行吗 我进宫干吗 当国师还是当娘娘 我才不想跟一群女人 竞争同一个男人 就等着要被翻牌子 换了孕 但是 心惊善善的 还要担心被打扰了宫 你一介乡野村姑 为何对宫里的事如此了解 电视 朱叔先生说的呀 那你不是想挣钱吗 这进了宫 每个月都拿月缝了 真不愿意啊 你这话说的 像真要把我弄进宫 我呀 还是想靠自己的本事挣钱 等手上有了钱 就能继续读书 以后去更远的地方赶 所以 一定要挣够一千斤 为什么一定是一千斤啊 孔老师 求求你 大事一去 灾难复返 眼下能做的 只能化解灾难 保佑平安 那这个平安怎么保啊 好 此事倒也不难 这孩子是可恋他的母亲才来寻仇 只要得到母亲的谅解 让孩子感受到母亲的释然 自然就会离去 这事好办 去 找你三嫂 不行 我答应过花 谁都不能说的 还你个头 他就给你个破耳坠子 三两句话把你骗得团团转的 你是晕乎乎的呀 你不就我去 我不是那种人 真不是那种人 你要去我就跟您急 行 行 这个死孩子你吹点子 这孩子 等着 chuckle 我看你 咱们这些是 他说了 你去找老婆 你去找老婆 那不卖去 这不行啊 这就去找老婆 你去找老婆 去找老婆 这是兄弟 就这个小人 方才奶奶劝了这么久 都劝不动小姑 我去的话 小姑只会更加防备 眼下只有找一个 既和小姑没过节 又口舌如簧 聪明节顶 还冒双全的小人群 才有可能成功 此人是谁 她就给你个破耳坠子 三两句话把你骗得团团转 团团转 你是晕乎乎的呀 不可能 花不可能这么对我的